法界新闻蒋征德台南采访报导 创作超过40年 充满浓厚水墓艺区的山水化 始终是陈三老师的最爱 结合东方人文思维与西方绘画机理 发展出一幅幅充满东方静谧气氛的一项山水 陈三透过绘画 将其感受到的自然灵性与哲学思想 融物画作展现出独树一格的书情抽象 藉由西方油画传达出浓厚的中国水墓艺序 艺术家陈三采取全新的节奏、线条、空间、色彩 让抽象更为人畅 他的创作保留了传统山水化的精神 更融合西方的抽象表现主义 利用喷、洒、滴、甩、柱、插、拓、印等技巧 在不同的机理画面下 为观众展开山水化的清细像 陈三老师希望借由油画 表现出东方特有的精神 以空灵来求救东方美学的内涵 以简易式的山水绘画 让观众以心眼、清爽绘画的本质与内涵 就像《道德经》里说的 人法地、地法天、天法道、道法自人 陈三的创作将特有的自然体物与绘画结合 一步步画作让人仿佛进入了回归自然的身心合一状态 也为传统的东方山水化注入了新的泉源 法地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